所以逻辑还是上面就这一个 你可以看第三页 其实我刚刚打的就这一段 所以如果你刚刚打比较慢的东西 你可以把这个Ctrl C 选这一段 然后Ctrl V 的话就直接贴到哪里 贴到这一段 一模一样 把Ctrl V 贴上就有了 一模一样 OK 只是说当然你贴完之后 再来可能要把它删掉 这些自己打一遍 这样没几行 但是你一定要很顺的可以把它打出来 OK 再来的话我们下一个就是希望的 不是合格不合格而是多重 变这样 但是这个不是丢公式 而是在VPA 里面做完 输出对的结果 放到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这样该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刚刚那个写完之后 其实可以直接拿刚刚那一段词来改就可以了 OK OK 改里面大概只有增加个四行左右 怎么改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会两重逻辑 多重逻辑你大概就会了 怎么去延伸 一 请各位切到VIA BASK 二的话一样 本来是成绩 成绩多重我先把它删掉好了 这个怎么做 我是直接拿这个乘积来改 怎么改 一把这一段复制过来 二的话把它名称改成叫成绩多重 三的话 那个逻辑跟刚刚那个有点像 大于等于八十的话 那就是什么 AE 对不对 OK 那B的话怎么做 很简单 剩下L子应该就不合格 就是D啦 有没有 所以A跟D有了 但是B跟C怎么加 其实非常简单 一 请你把A的这个逻辑 一辅到输出结果 复制一下 二的话请你在这边Enter 然后记得把它back到最前面去贴上 三 请你改哪里呢 改70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B嘛 对不对 可是呢 请记得一件事情 一个逻辑的结构 只能够有一个一辅 不能有两个 因为天空只能有个太阳 不能两个 那怎么办 第二个怎么办呢 请你记得 第二个一辅 请你在前面加一个else 就是这样else L一辅就对了 好 这样就第二重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如果C都不知道怎么做 再复制 再Enter back到前面去 贴上 然后这边改成多少 改成60 这边改成多少 改成C 好 写完了 可以懂 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说两重到多重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其实我看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多一个else 放到if 然后再一次逻辑 再一次逻辑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工作上很多地方都类似 这样的写 这样的写 反正就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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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来 就这样而已 刚刚有同学问说 那个坊间书籍 有讲到 除了if else 另外它有个序处叫 select case 然后后面的话就 an end 这边是an的语符 它叫an的select 它其实跟各位讲 那个写法跟这个写法的结果 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完全一模一样 我那时候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反正 完全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要两个东西呢 那我就摆事不得一起解 后来我发现 它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它说select case的效率比较高 OK 效率比较高 高多少 我觉得实测 大概如果以这个来看 大概快了 可能千万分之一秒吧 千万分之一秒 这意思是什么 没感觉 那意思是没感觉 干嘛学两个 OK 所以重点是 那个你可以暂时不用学 所以有时候觉得 有些东西 真的如果没感觉 就等于 暂时不用去理会它 不然你永远学不完 我是觉得 层次是这样 尽量就学那个最重要的 歧视的话 除非有必要 你再去了解 不然你暂时可以忽略它 这是我的心得 不然我跟你讲 你永远学不完 太多东西了 哇 多少东西你要去读 多少东西你要去学 哇 随便一个知识 VBA 坊间书籍就一大堆了 对吧 再来Python也是一大堆 更不要说以前还有Java 还有CC++ 一堆一堆的程式员 那么多生命去学 所以像我的学习的经验 尽量找到它相同的地方 大部分都一样 程式里面一定会有什么 逻辑判断 只是写法不一样 我就记得它写法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就好了吧 对不对 有没有回圈 有 有没有变数 有 有没有什么像这种方选 Sub 概念都差不多了 OK 只是说它换个名称而已 有点像另外取个名称 就变成另外语言了 其实说真的对我们来看 这不是都一样的东西吗 那干嘛还要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倒也不要把它真的看成不一样 我是把它看成 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只是找出它们的差异 另外重点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 学这个东西 应该用在哪个地方 因为它冲起量就是一个工具 OK 那你学会的话 你等于是你就是一个工具人 冲起量 你就是一个很低调工具人而已 对不对 当然你不是只是 话题之间说 你只是学会 你就变工具了 而是说你至少懂 你也比较能够跟工具人沟通吧 OK 不然你身边很多工具人 你跟他讲一般 normal的语言 他听不懂 你要跟他讲 那个工具型的那种语言 他会觉得 跟你好亲切 对不对 因为你懂他的语言 所以你有时候跟他讲话 你要了解这种逻辑 你用这种逻辑去就跟他沟通 他很懂 但你跟他讲一些比较感性的 可能比较是属于那种 比较有文学造诣的 人文素养高一点 他可能有时候不一定真的了解 重点在这里 OK 所以里面的话 大概就几个部分不一样 把这个贴一贴 把它改一改 这样输出呢 就会是所谓的多重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输出这 这个就OK了 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除了说多重之外 我希望A B C D 帮我用不同的样式 比如说字的大小 字的颜色 然后底色 框线等等的 所以我这边有变化 总共会有 几种变化呢 总共ABC都会变不一样 A的话 有打了一个变化 字呢 变蓝色 B 底色换成黄色 C 画个框框 D 加粗体 最常用的 当然我只是举例啦 以后的话 你要怎么用 你可以再稍微变化一下 还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不可以 那个什么 字型可不可以变 当然可以啊 字的大小可不可以怎么变 都可以啦 只是说你要找到对应的属性名称 给他对的设定 他就帮你做了 OK 还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这个对型方式可不可以改 当然也可以啦 只是怎么改 不过如果你实在不会改一个方法 录制聚集 有没有 比如你 至终 然后录一些 就是录制聚集 然后至终 他就有程式出现 OK 也可以啦 你可以自己对应一下 到底怎么样把 录下来程式 加到你VBA里面 你可不可以啦 OK 来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的两重逻辑 改成多重 合格不合格 改成ABCD OK 待会的话呢 我们延伸 除了ABCD之外 我们要再加颜色 OK 让你的样式 做一个变化 也就是以后 可能你的视算表里面 你需要哪些资料 马上凸显出来 OK 这要怎么做 变换 这个 做法有点像那个 是有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但是我是觉得设定格式化条件 有的时候还是有点麻烦 倒不如你用VBA来做 有的时候反而逻辑变简单一些些 OK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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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